产业多样带来乡村振兴新契机 合起来就是这个十来万块 消息个子二十八万元 四千万左右 顺应时代发掘增产增收新途径 就要做新时代的农民 顺应各种市场需求 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带您共同走进河南陕州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节目 我是天孝 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河南省三门峡市的陕州区 此时此刻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我正被一朵又一朵一大片又一大片的桃花所包围着 花开的时节孕育着蓬勃的生机 同时也为整个陕州区乡村振兴的发展 提供了新的契机 那今天就请跟着我一起 咱们在这大片的花海当中 来探寻陕州的乡村振兴之路 各位 我们的节目 这就开始 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位于黄河南岸 黄河水自整个陕州区的北部向东奔流而去 独特的地理位置 油脂的生态资源 为陕州孕育了丰富的物产 最近几年以产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发展 成为了整个陕州产业发力的重中之重 家住张便乡的张娟 此时此刻正在自己的大棚中 热火朝天地收获着已经成熟的草莓 正忙着呢 我看这这么多工人 对对 今天正好咱工人在这栽草莓 今天正好是开始采摘草莓了 对对对 昨天不是接了一些订单吗 然后直接送货上门了吗 今天早上天不明都开始让工人开始采摘了 对对对 比方说像您这块现在种草莓 我看好像都是大棚种的 是吧 对对对 都是大棚种植的 现在有几个大棚 咱这个草莓现在是两个棚 一年是可以采几茬啊 这个一年能采四茬 四茬 从什么时候开始第一批 有些早一点的话 就是11月中旬就开始采摘了 然后到12月份 它基本上一个月就可以采一茬 然后基本上苗子管理的好的话 五一含有草莓可以采摘 张娟告诉我们 尽管她目前种植的草莓只有两个大棚 但是由于自己精心的照顾 科学的管理 使得她种出的草莓广受欢迎 每一棵都长势饱满 香甜可口 这草莓我觉得它在没采下来的时候 在这个地里它的时候 看上去好像是一番感觉 对 这采下来之后 这一颗一颗又是另外一个感觉 太好了 尝一个 是不是不一样的口感 真好吃的 水分很足 然后有这个香甜的味道 草莓真好吃 是吧 真好吃 您这个种草莓从哪年开始的 咱是从那个16年开始的 16年现在种到现在又五六年了吧 当时我种草莓的时候 我们这边还没有人敢种草莓 没有人敢种草莓 不知道是不是应这个气候 我那会是种了五个棚的葡萄树 葡萄树然后就是 技术各方面都不行 然后咱们这边好像不太适应 管理就失败了 失败以后我没办法 我就是在葡萄树那个行中间 给它套种了一个草莓 一个棚就试了一年 然后那个铺卖了八千块 我一看乐了 我觉得比我那个葡萄卖的还多 然后我就 赶紧就是把所有的葡萄树 给它刨掉了 然后就开始种草莓了 作为张变香 第一个种植草莓的人 这偶然间尝到的甜头 让张娟信心大增 经过了几年的摸索和发展 现如今 每年她出产的草莓 已经形成了两种销售方式 咱这是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就是 很多客户给我 直接找我下订单 我一次性接个几十个单 然后这一天给它送过去 就是咱三门峡市各个地区的 直接送货上门 另一个就是 很多人从开车车 从各地都过来的人 甚至还有郑州西安的人 闻边过来的 都来我这儿采摘 无论是采摘 还是送货上门 张娟告诉我们 每当草莓成熟之时 通过这样的两种方式 它的草莓会在几天之内 就销售一空 而它的草莓 之所以会如此受欢迎 还要得益于 它独特的营销方式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姐妹们 感谢兄弟们 在那个直播间的亲们 感谢你们用你们的 发起的小手 给你自己点赞 把这个音乐打下 来个扭一个秧个 看到一下亲们好不好 秧个来喽 开始吧 通过直播的形式 来让消费者认知自己的草莓 认知草莓的种植环境 和悉心照料草莓 生长每一天的人 张娟说 这样一来 可以取得消费者的信任度 从而产生放心的购买行为 直播效果怎么样 直播的效果其实挺好的 因为让近直播间的人很多 有的达到上外人色 他们就通过这个直播间 了解我们这个采摘员 了解我们这些人 了解我们的产品 对我们这个宣传效果 特别特别的好 怎么想到用直播这个方式 比方说来宣传您这人 怎么想到最早 因为我们现在也不能落伍 我们不能落伍 我们虽然是农民 但是现在跟上潮流 跟上时代 通过这个直播 更直观的让人看到 你我长得什么样 我这个人怎么样 说话怎么样 人品怎么样 什么样 一下就给你了解清楚了 让大家非常喜欢我们 然后全国各地 甚至好多人都跑过来了 说的我都激动了 新时代的农民 充分利用互联网的 传播效应 对对对 就要做新时代的农民 好 在利用直播 来吸引新客户的同时 张娟也非常注重 回头客的重复购买行为 她将自己多年以来的 爱好写诗 融入到了草莓销售之中 这个写诗呢 其实呢 是我自己的一个爱好 一直延续到现在了 这个爱好丢不掉 它就像是 伴生我一生这种 它是一个对我来说 这个精神上的一个支柱吧 就是 我看您这每首诗都写得挺好的 这怎么现场又写上诗了 这是要干什么呀 因为咱们今天嘛 有一些客户订了些货 把这个精短的小诗 写上以后 把这个给它放在这个产品里边 让客户跟我一起 一边就是尝到我们好吃的草莓 另外看到我写的诗 就是也是跟他们有一种交流嘛 思想的交流 更深入的交流 就像朋友一样嘛 他们都非常喜欢 都非常喜欢 这样就是 好些都是回头购买 一个是喜欢我们的产品 应该也喜欢我自己的小诗吧 对 这个每一箱里头放的诗 都是一样的吗 不 也不一样 她是个女性 我会写一些就是 比较文美的小诗 爱情诗的这些东西 要是个男性 就会写比较励志的一个小诗 真是 根据不同的客户 发不同的诗 这想法实在太好了 您从哪过来的 我从远点 夏州区温唐过来 从湖冰区过来的 草莓好吃不 好吃 甜甜的 我觉得比市面上的草莓 味道更浓一点 来过去年来过 看了这个抖音上 然后我们就过来 关键我觉得是有一个情节在里头 因为它这个主人张娟 它又会写诗 它生活非常丰富 然后我们觉得这个草莓 我们也很信任 现在我这个两个大棚 一个都是不到一亩 然后这个草门 基本上就是25到30块钱的 这个平均价 一年可以收个四到五茶 不到一亩地 可以卖个五六万块钱 两个大棚合起来 就是十来万块 来到陕州区的大营镇 这里是整个陕州最大的 工厂化集约育苗场所在地 自2017年开始 这座育苗基地 为当地人提供优质的种苗 以及科学的种植管理技术 在这一个又一个繁忙的身影当中 我们找到了这里的负责人赵新宇 这整个育苗基地 现在都是您在负责 是 您这个育苗基地 大概是个什么规模情况 目前我们这个育苗基地 共有育苗棚有八个 有八个全年育苗大概在四百万左右 四百到五百万左右 早春的这个育苗主要包含有三大类 一个是十字花科的 第二个是瓜菜类 第三大类主要是切果类的 一般是这一季节 培育到七月份 七月份收获的那个就是现在培育的 六月份以后再培育的是秋季的那个 它一年是两季 各种各样的 您这都涵盖到了 基本上蔬菜的这个都有了 一年两次的育苗期 这个时候不仅在大棚里的育苗工人 异常的繁忙 赵新宇告诉我们 来这里进苗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拉两三次了吧 每次都拉青椒苗 不是 以前拉是冬瓜苗 有辣子苗 有洋白菜苗 拉一次冬瓜 冬瓜苗 它这苗好不好 好 两百菜都 夏天我去年拉了 都长这么大 好在你栽上 长什么 一年能征收多少钱 从它这拉完的苗 能征收多少钱 这是将近三外吧 两三年 不算 不算多少 没多少 看来是挣上钱了 不好意思说 品种繁多又齐全的肿苗 为当地及周边很多的人 提供了种植增收的机会 赵新宇说 凭借优质的品质和良好的信誉 多年以来完全依靠口碑 它的基地已经成为了人们 采购肿苗的首选地 但是想在它这里采购肿苗 必须要提前下订单 为什么不能现到这也可以现买 这个苗子也属于鲜活的东西 对吧 如果你晚了 对吧 晚上五千和正好的这个 是不一样的 包括产量啊 包括品质啊 是不一样的 为啥说要提前下订单 你下了订单以后 我们才正常生产 正常生产你才能正常的出名 到时候你栽到地里边 是正正好的 你如果早了也不行 如果晚了 苗子过了 产量也受影响 通过这种形式啊 我们可以让咱老百姓啊 他什么时候栽苗 什么时候上市 什么时候价格相对来说是稳定的 或者稍高一点 这样对农民的收益是很有好处的 通过提前下订单的形式 来引导正确的下种及收获时间 保证最终的品质及收益 赵新宇认为 他每年出产的种苗 既是自己的基地不断发展的根本 更是每一个采购者增收的途径 目前年育苗规模在400到500万左右 每棵在0.35元到1.00元左右 每年的这个种苗收入在100多万 每年可以带动老百姓和农户 收入在3000到4000万左右 最近几年 陕州区在乡村振兴的发展探索上 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态势 西张村镇的南沟村 是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剪纸村 这里基本上家家户户 每个人都会剪纸 这些人都会剪约 我看咱们这挺热闹 这是我们可以说 我们摘的剪纸 在这表演剪纸 它们变长变尖 这是我们嘴上串下来 过去我们剪纸的时候 都比较孤单 它们都摔一块 摔个笑话 尝一尝 也提前了娱乐 也把剪纸剪 在这样的环境下 剪纸能安心剪下去吗 可以 这就是我们的一大特色 这边唱边剪 也体现了我们的剪纸 味话和米剪 这个米剪小雕 融入了一块 充分体现当地 这个过去的生活场景 边唱边剪 这可以说是南沟村剪纸的 一大特色 任玉欣告诉我们 除此之外 当地的剪纸 还有很多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看这个黑色剪纸 在国区我们既要回东方 都用黑色布置 这是全国独一无二 它的祈愿在夏 它这个夏朝 一黑色为主色 夏 它那儿肉 穿着衣服 都是一黑色味 我们当地 其实就是夏的一个 活动维化中心 所以把这个维化 一直延续至继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当地 穿南不穿鱼 我们的剪纸 我们的图样 都是我们自己设计 自己创作 所以过去 思想比较封闭 图样都封闭在我们当地 也不让它穿出去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那个三色湛染剪纸 三色湛染剪纸 是指用白纸剪成图案后 将其不同的部位 占取三原色颜料 通过三原色的相互运染 形成多样颜色及层次 最终成为彩色剪纸作品的 一种记忆 任玉芯告诉我们 在保留多种传统 剪纸记忆的基础之上 现如今 它创作的剪纸作品 有了较传统 更多的变化和发展 以此来适应市场需求 我们现在创作这个剪纸 可以说把过去传统维画 和现在随着各种市场需求 各种结合起来 有传统维画 有现代工艺美术 你看那一幅 天井人家盲乐图 它是提前我们当地 就是在十五十年以前 农耕生活场景 下来你看这一幅 这是我们天鹅之城 山米亚又称天鹅之城 你看我们山米亚 这个天鹅成这个奉经 咱们这一幅 天井人家盲乐图 天井人家盲乐图 如果要是往外卖的话 大概得多少钱 这一幅可以说是 我用事业比较多 将近就是半年事业 这个大概价位 就这个七八千块钱 七八千块钱 像咱们这个天鹅之城 像这个就是这个 七八百块钱 像天鹅之城 大概得多长时间 这个就是一个月时间 也就监出来 连监在设计出来 对你说的是 以前我充满意 有一个月时间 这些年轻人 所以大为是 对科学生人 两个人 但是我看到你 不是这一样 那么又被人认识 在这一年 一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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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建华是工钱香第一个种植香菇的人 几年前去外地考察学习之后 他便在当地自己建设了五个香菇大棚 第一年便有了十多万元的收入 见此情形 当地人都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增收的油质产业 于是由工钱香政府投资兴建 由肖建华带头的瓦瑶沟村香菇种植基地 于2018年诞生了 在这合作者末时 在自己在清有这个技术院 有技术院给大家自导 在大家来种 在这合作者同意惯例 到此后老百姓资本来采股就行了 现在有三十多人 这三十个人就是有二十个就是撤墨大棚 那剩下那十个人呢 他们是怎么挣钱 他们就是给上这个打工 这个拆个菇 肺剪个菇 他们怎么算钱 每一天是八十块钱 将香菇采摘下来后 首先要进行的是分检工作 肖建华告诉我们 不同的香菇和不同的部位 有着不同的销售价格 像这个花菇是一样的价 这种花菇是一样的价 这个斑菇是一样的价 这个花菇能买十块钱 十股是十块钱 这个斑菇就是六股到六块钱 这个没有这个花味 价钱的稍微低一点 板菇价钱低 带花纹的这叫花菇 它价钱高 为什么带花菇价钱高 花菇的好吃 经常价值高 这种销售 销售大不到这个事故的要求 给它扛肩 弄成贱火 这个根 价钱在十四 十块到十四块钱 这个根还能卖钱呢 对 您好 师傅 您是过来收香菇的呀 这从哪过来的 是的 您从哪过来的 从三门下 今天要多少斤呢大概 大概四千斤左右吧 四千斤左右 大概四五千斤吧 从过去拉回去批发 到四区各大市场各大超市 主要是批发领受 这香菇 这给市场上是那个太好 品质挺好 我们长期合作 经过几年的发展 目前瓦窑沟村的香菇种植地 有着稳定的客源 以及良好的收益 在瓦窑沟村 目前是有三十个香菇打碰 每个打碰的销售数 在七万元左右 2020年销售数 二百万元 在瓦窑沟村香菇种植基地的 引领和带动下 最近几年 瓦窑沟村所在的工钱乡 也因为香菇产业的发展而受益 我们主要通过培育 扶持这个支付带头人 通过他们四番引领的作用 带动去共同服役 通过这个基地 它的带动作用 扶持和带动 我们周边有13个村 86户参与了这个产业 2020年实现销售数 如此的 一千一百万元 货均正收是五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